本期三个猎奇小故事 故事一闹中 小北在一家公司里做职员 职位虽小但职员很大 公司里有很多男人追求他都被拒绝 因为他可是是要嫁入豪门做社长夫人的女人 小北现在有个正在交往的男友叫龚腾 他无论是家境职位还是长相都很符合小北的意向 为了最后能够成功地嫁给他小北可是下了很多心思 可他这个小迷糊的状态 则经常让他在龚腾面前貌貌实实 出了很多球 这让小北自己很是在意 这晚约会完准备回家的途中 小北被一个闹钟吸引了注意 随后他走进古董店拿起闹钟爱不释手 店老板见此则夸他很有眼光 说这是一个绝无金有的闹钟 因为他会消除降临在持有者身上的不幸 小北当时被店老板的话震倒了 当即就把这个闹钟买回了家 可回家后小北就后悔了 觉得这世上哪有这样神奇能力的古怪闹钟 他觉得自己肯定是被那个店老板骗了 就是这时他接到了龚腾的电话 约他星期天见面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他 小北听后兴奋坏了 开始胡思乱想男神所谓的重要事情是什么 你倒是快说啊 小北急不可耐 但就是这时闹钟响了 小北从床上惊醒气坏了 眼瞅着就要被男神求婚了 结果自己醒了 那个刚刚的经历都是梦嘛 可如果是梦的的话 小北为何盛装打扮的躺在床上呢 小北很是疑惑不明所以 第二天 小北还在犯合机的时候 他接到了龚腾的电话 电话中龚腾语气有些责怪 说自己明明有重要的事情要对他说 可他怎么一眨眼的功夫就突然消失了呢 就是字面上的意思 龚腾一眨眼小北就消失了 小北也不知为什么会这样 只有勉强解释自己可能是生病了 好在龚腾不太在意 约在今晚要继续对小北说那件很重要的事情 小北当然是乐意至极 挂断电话后小北来活了 他需要把这份文件送到银行去 小北接过文件立刻起身 但当他来到银行门口的瞬间 闹铃响了 看到那家银行被抢劫的瞬间 小北突然想到了之前那天老板的话 这是一个能消除不幸的闹钟 他之所以会突然想起就是正在消除小北的不幸 这次银行事件正是如此 可上次和龚腾的约会又是为何呢 难道说龚腾会伤害自己 想到这当晚的约会小北不敢去了 并直接和龚腾分手了 转眼一个月过去了 这一天同事突然对小北说 他前男友家的公司倒闭了 说小北和他分手分得好及时啊 不然还没嫁过去就负债累累了 听到这小北一下就明白了 原来闹钟要消除的不幸就是这个啊 就是怕他一个失误从此做不成社长夫人 但这一个月小北想了很多变了很多 现在的他不再是之前那个一心要嫁入豪门的小北了 于是当晚小北找人问了龚腾的地址就寻来了 时隔一个月再次相见 小北发现龚腾也变了很多 可此时的小北并不在意 他一个劲地追问龚腾当时想对他说的重要事情是什么 如果他说出口 小北已经做好立刻答应他的准备了 但龚腾却迟迟不说 因此刻的他觉得自己已经配不上小北了 小北听后很是着急他想说点什么 可迎面却急速行驶过来一辆小轿车 龚腾见此下意识要保护小北 但随着一阵闹铃响起 小北从床上坐起 是的 这个闹钟又一次消除了他的不幸 反应过来的小北立刻想到了龚腾 不过好在龚腾伤得不重 小北把闹钟带给龚腾看了 并告诉他这台闹钟的功效 小北再次向龚腾问到那件他没听到的重要事情 龚腾犹犹豫豫的终于说出让小北嫁给他的话 再看手中闹钟没有响 小北明白因为自己心态的转变 这样的话不但不会带给自己不幸 这反而会让自己幸福一生 小北喜急而气地抱住龚腾 结果一时大意把闹钟丢到地上 随着闹钟再次响起 小北惊恐从床上坐起 小北吓坏了 但在看到身旁熟睡的龚腾 他又开心地笑了 当小北答应龚腾求婚的那刻 他与龚腾的命运就相连在一起了 同样也就理所当然地 共同成为了闹钟的持有者 而闹钟既然会消除不幸 那满身伤痛的龚腾 当然会被散在其中 于是闹钟响起 龚腾的伤好了 而他们也有情人 忠诚家属的同居了 故事二留言板 春天到了 万物复苏 又到了该交男朋友的季节了 可是长得很漂亮的 游美却还是单身 这让他有些恼火 公司大厦的楼下有个留言板 上面写满了小情侣们的互相留言 可这些词语在游美看来 却是那么的俗不可耐 不堪入目 伤风败俗 每次看到游美的牙 都不自觉地知痒痒 不朽语之为伍 可当游美在留言板前 多住足了那么几秒 她的身后就来人了 游美本是想走 却架不住这人过分地谦让 游美觉得如果此刻 不在上面留几行字 那她就会被人笑话 没男朋友 于是对照着旁边留言的公事 她在留言板上写道 阿信 我在某某餐厅等你 几个大字一气喝成熟练的 让人心疼 搞定完游美会心一笑 自觉在留言板上写字的感觉真好 人物啥的都是她一想出来 所以当晚她肯定不能去那啥等 可是隔天当女主再次路过留言板的瞬间 她猛地发现上边有一行给自己的留言 大概意思就是 你怎么没来那么经个继续约的意思 看到这个瞬间不仅游美 就连她身旁的闺蜜都震惊了 游美这个家伙是什么时候背着她偷偷养狗了 闺蜜很是气愤 说啥也要和游美一起去餐厅等待 结果他们从晚上的八点等到了十点 人家店铺都要打烊了个批来 那个叫阿信的还未出现 游美心情十分不好的准备去结账 可就是这时一位英俊帅气的男子突然开门进来 她说十分抱歉自己迟到了 为了向游美赔礼道歉这个单子自己买 而游美此刻就彻底傻了 因为她根本不认识眼前这个英俊帅气的男人 她是怎么认识自己的 她是喜欢自己嘛 但她看起来却是那么优秀自己配得上她嘛 想着想着游美到家了 男人很礼貌的和她拜拜之后就走了 但还是这时游美发现自己全身竟然湿透 于是隔天游美病了 躺在床上的那刻她真的很想吃苹果 这样想着的瞬间门铃响了 再走过去看门 她就再次看到这个男人了 游美被已经直接晕倒 当她再次醒来 她发现自己不仅被精心照料苹果 也被人切得好后 此刻女主是一边端着盘子 一边吃着苹果 一边嚼着一边感叹 谈恋爱的感觉真特么好 几天后游美的病好了 两人正式约会了 这时的游美也开始骄傲地 在那留言板上 留下那些曾经让她觉得俗不可耐 不堪入目伤风败俗地赐语了 在每每看到同事们羡慕极度恨的表情时 那感觉真好 一段时间后 游美在小树林旁的小河边对阿信告白了 阿信听后自信地点了点头表示认同 毕竟她这么帅 说实话她自己都有点喜欢自己了 这天晚上又是被阿信送回家的一晚 可当游美准备还她手帕追出去的瞬间 她猛然发现阿信怎么不见了 再回到房间 游美想起了那个湿漉漉的雨夜 想起了他们一起逛街一起聊天时的场景 再看看一起游玩的照片后 游美猛逼了 她最爱的阿信哪里去了 隔天来到公司 领导说有一个叫佐藤的客户 很喜欢游美想试着和她交往一番 游美没有立即答应 而是把这件事告诉阿信了 而阿信听后并没有生气 反而这样回答她 阿信走后游美哭了 同时也做了一个决定 那就是要嫁给这个叫佐藤的客户 佐藤其实很好 人长得帅家里条件好 可游美不知为啥就是不太喜欢她 游美还在想着那个完美的阿信 甚至不知绝间还会去给阿信留言 只是片刻后她会擦掉匆匆离开 但她没发现的是 那些字迹已经会再次出现在留言板上 于是这天晚上阿信又出现了 与之前不一样的是 这次她手中还拎着一把血淋淋的刀 用她的话讲就是她曾答应过游美 会帮她完成任何愿望 所以在看到她的留言之后 她就没有犹豫的去把佐藤干掉 看到这游美都傻了 同时那个留言板上也出现了一行字 游美 我一辈子都不会离开你的 信 故事到这就结束了 又是一个精神病 就是想处对象想疯了 故事三奇迹之子 客机太平洋坠落 唯一生还者唯一小学生 自此她被人称呼为奇迹之子 因此上了报纸 引起了很多媒体的关注 现在她就要转到这所小学上学了 校长立刻把小花叫来 说她会把那个孩子安排在小花的班级中 以后小花要多照看照看 就这样男孩就来到了小花的班级 可是出来乍到的 班级里的其他小朋友就不是很喜欢她 经常的欺负这个男孩 一开始都是小打小闹 老师没在意男孩也不太生气 可这天几个小孩在放学的途中 突然就堵住男孩了 二话不说 直接把他最喜欢的帽子丢了 男孩十分愤怒 于是当天晚上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这个欺负她的孩子家中着火了 一把大火烧光了她整个家 隔天她就不能来上课了 当小花对班级中的学生们公布此事时 同学们都很是惋惜 唯独男孩嘴角轻轻翘起 这一细节还被小花发现了 女人的直觉告诉她这是肯定和男孩有关 不过她没有证据 转眼又是一段时间过去了 自从男孩来了之后 小花的班级就不太平 期间发生了很多很古怪的事 不过这些遭殃的正主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他们或多或少的都欺负过男孩 得知这个事情之后 小花很是在意 可这个男孩本身自己也不老实 这天当男孩在主动欺负别人时 他就没忍住的上前喊了一嗓子 刷成你怎么能欺负女孩子呢 可这话喊完后他就后悔了 总担心自己会突然的倒霉 那为了弥补过错 他开始对阿诚特别的好 有时没事虚寒问暖谈话聊天什么的 再看阿诚少了帽子 他就主动送给他一个新的 看着阿诚喜欢的样子 小花欣慰的笑了 觉得这下总算是能太平了吧 这天他们正好出门游玩 期间小花又找男孩聊天 俩人聊着聊着就聊到了阿诚的妈妈 小花说老师就像妈妈一样 虽然会经常发火但却还是爱他的 可阿诚却不认同 说他妈这辈子就对自己发一次火 还是在飞机上 小花听到这一下就呆住了 一个恐怖的想法在他脑海滋生 飞机试试 难道和阿诚有关 傍晚 他们准备回家了 沿途蜿蜒齐驱很不好走 当车中雷达提醒大家 做好系上安全带的瞬间 小花发现阿诚不见了 他立刻起身寻找 最后在后排找到了阿诚 期间俩人又聊到了他妈 小花说他妈虽然会批评他 但那正是爱他的表现 阿诚听后很不赞同 怒骂自己妈妈是大妖婆 这句话让小花十分紧张 听到这小花安心了 觉得这几天的工作总算没有白做 可还是这时候面调皮的学生 突然抢走阿诚的新帽子 同学们见此都十分兴奋 立刻传来传去 但这可是把小花吓坏了 虽想制止 却无可奈何 再看一个小庞直接把脚踩到帽子上 小花瞬间就绝望了 因为这样男孩十分愤怒 所以 两年快乐 三年快乐 因此ties 10月